Hello,大家好,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再为大家带来一款 非常好用的电脑端的一个安卓网里去 那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APP的话呢 这个只有手机上的版本 那么里面又相当大的一部分呢 只有安卓版本 所以说这个离开了安卓手机呢 那这一些这个APP就没办法使用了 所以非常遗憾 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模拟器呢 就是在电脑上啊 它的主要功能 就是在电脑上 虚拟出一个安卓的环境 那么有了这个环境以后呢 那安卓的APP就可以在电脑上运行 就相当于是这个APP 因为在你手机上运行是一样的啊 相当于是在电脑上 装了一个安卓手机 非常的方便 OK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打开浏览器 直接搜索 它的名字叫雷电 它的名字就叫雷电模拟器 OK我们找它的官网 那OK这个就是它的官网 我们来到官网以后呢 大家看到现在已经版本是雷电9的了啊 版本已经升级了雷电9的 那它目前的话呢 有64位的 有这个32位的啊 根据你的系统不同呢 你选不同的这个版本下载啊 你不要下载错了 假设你是342位的系统 你下载64位的呢 就不好用了 OK我的系统是Win11的啊 64位的那我就下载这个64位的 OK点击这里直接下载 非常的快啊 非常的快 我们打开文件夹 OK就是这个啊 就是这个啊 我们把浏览器关一下啊 那我们就双击运营它 运行它啊 这边点快速安装 也不用怎么设置啊 非常方便的 它这个模拟器呢 跟其他模拟器有点不一样啊 它升级以后呢 现在号称是3秒就可以创造一个环境 非常的快速 不像其他的模拟器啊 这个呃 开机运行要很久 OK 大家看到我们已经安装完成了啊 我们点这个力气体验 第一次启动呢 可能速度要稍微慢一点啊 因为它要呃 重新的 它要新建一个环境 大家看到这个进度调在这里 发展片刻 OK 大家看到啊 现在已经是打开了这一个虚拟的环境 那这一边提示这个 欢迎使用啊 初次使用安装想使用的游戏和应用 这一边都是比较火爆的一些游戏啊 那我把它关掉 因为我不玩游戏 我只是告诉大家 这边是可以安装很多这个游戏的啊 那这一边这个离电游戏中心呢 你打开一下 打开一下以后呢 这很多游戏都在里面啊 这个我就不演示了 OK 那这个界面的话呢 大家看到 其实就跟一个 啊 这样的界面差不多啊 那这一边右边呢 是它的一些这个 快捷按钮 啊 这边是按键啊 音量加奖啊 全屏啊 什么的多开啊 然后安装这个 APK啊 这个设置更多什么东西都在这里啊 那这一个地方呢 就相当于手机 按着手机的这个 最下方的三个按钮一样的 对不对 这个返回 这个是主页 那这一个是 呃 多程序的一个运行的啊 多程序运行的一个按钮 对不对 OK 多任务切换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设置 设置这个地方呢 它有平板 手机 然后 超宽屏 自定义几个选项 啊 这边有几个选项啊 那平板 平板板 就相当于是电脑 那它的默认是1600x1900 啊 这个也没关系 你假设1920x1080的话呢 它就相当于是那个 呃 高分辨率的了 高分辨率的了 没关系 我们默认就好了 这边是设置适合 内存是设置多少 啊 内存最少4期啊 最少4期 那也可以设大一点 没关系 假设你内存够用的话 设大一点都没关系的啊 越大越快嘛 对不对 那磁盘管理这一边 啊 空间不够 自动扩充 这一些 其实它都给你默认设置好的了 这一边的话呢 大家是按需设置啊 按需设置 那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系统应用 这个设置就是刚才打开设置 那这个浏览器的话呢 看起来啊 好像是华为的浏览器 这是文件管理器啊 这些东西啊 好的 那我们安装的这个模拟器 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们就来演示一下 我们希望啊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可以安装这个 安卓的APP 然后在上面运行 对不对 OK 那它安装的方式有两种 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在这个里面呢 搜索这个APP安装 打比方这一些这个游戏的APP 对不对 那第二种的话呢 假设在这里面收不到 你要在其他地方下载APP 然后安装到这里面来 那大家看到我的桌面上呢 我这边放了两个啊 两个这个APP 那我们演示一下怎么把这个安装进来 那第一种办法呢 就是把它直接拖的这个地方 拖的这个环境里面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安装了 第二种办法 大家看到右边这边有一个按钮 就是安装APP的一个按钮 那它然后打开以后呢 它就到你的文件处里面去了 你找到文件之后呢 然后点击打开安装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边直接把这个 拖的这个环境里面来啊 右下角正在安装 我现在安装一个应用宝 那安装用户都知道应用宝啊 它的功能非常的强大 我们很多的软件呢 都在这个地方下载的 OK我们点同意 OK第一次打开速度稍微有点慢啊 这个一键下载几个 这个不管它 我们关掉它 我们下载我们需要的就可以了 那这一边的热门应用啊 都在这里 都在这里 就跟你手机上的应用宝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那你想下载什么呢 就下载什么 OK 打比方我们下载一个西瓜视频 那这个地方就一个西瓜视频 你可以直接点击下载 或者说你在上面这个地方呢 搜索啊搜索也是一样的啊 搜索西瓜那这个就是西瓜视频 OK我们点下载 那大家看速度非常快啊 非常快 那下载完了以后呢 我们点安装 OK应用安装完成 我们打开看一下 点同意 点允许 OK这一边呢 就是西瓜推荐的一些视频 就在这里啊 这个都可以正常刷的 正常看的 可以改名字 OK我们把西瓜关掉 大家知道啊 像西瓜啊 像抖音啊 对不对 这一些APP来讲的话呢 你的电脑灯它也有版本 网页版的 你可以不用APP 也可以用的 对不对 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电脑版本 没有的一些APP 我们试一下啊 打比方我们搜一个这个央视频啊 央视频 OK 这个是电脑没有网页版 那我们试着下载一下 OK 正在下载 速度很快啊 每秒十几兆 再下载速度 OK 下载完了以后我们点安装 好安装完成我们打开看一下 我们点同意 我们点同意 OK点例句体验 知道了啊 这个不管它啊 不管它 OK 这个就是就是央视频的一些视频啊 视频 那我们打开看一下 打比方这一个 太空家园 3 2 1 那OK 这播放一点问题的没有 非常好 对吧 啊 这航天员在在天上 那 那 两批的6个航天员在太空 这个 胜利会思 有可能 有可能 OK 没问题啊 最大的 好的 有了这个东西的话呢 对吧 大家想安什么 就安什么 那非常的方便了 对不对 我们点这个返回 啊 回到主界面 OK 那现在我们安装了两个了 对不对 非常的顺利 对吧 那OK了最后呢 再给大家带来一个福利啊 我再给大家安装一个 应用 OK 大家看到这个应用 APK PURE 这一个 那这一个应用来讲的话呢 它需要你创造一个科学上网的环境啊 那么然后打开它以后呢 可以下载很多这个国外的海外的这个APP应用啊都可以下载了 都可以下载 那具体能下载哪些东西呢 我在这边就被演示了啊 就被演示了 大家自己去尝试 OK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